哈囉,大家好,我是雞 那今天沒有訓練也邀到大家到Bruce新的時間店看一下 就是我的跑鞋 那Bruce的品牌其實有經營在美國百年以上的歷史 那當然他也有度子跟我度過的許多場 是Sparker Race Bruce的跑鞋,他主屬特色的地方是 他為了所有不同的跑者 總共有四大的象限 然後第一個象限的話,我們就先看到 避震緩衝,大家非常在意的就是我不會跑得久 那我是不是會有膝蓋疹痛等等的問題 那如果有這樣子的需求的話 在避震緩衝上限裡面 就是以這一款來說 他總共要腎上腺素 我就用來去接测食 那他之所以可以很好的去保護我們跑者 是因為在中底的部分 他就有幫忙幫我DMA 然後去在我們腳去觸地的時候 他就直接首先就吸收掉很多的地面衝擊了 然後更強的是他也 主根也有根去強化 然後就是DNA露腿的寶充 所以在我們整個去落地的時候 不是你的整個腳掌 然後甚至你的裡面在去觸地的時候 基本上這些衝擊都會直接幫你去吸收掉 然後當然他還有一個我覺得蠻厲害的 就是Sky Rail的設計 他可以去幫助你把這個步法完全調整到一個 相對比較好的比較漂亮的腳步上面 那所以在反覆很多次的這個草鋪的狀態下面 他就可以去減少我們很多過多 因為不穩定造成耗損 帥 這個動能夾桃這邊呢 就是這雙有著很漂亮底的就是Lefted 3 它有一個就是 其實有一個DMAM的這個科技 然後據說他可以給予就是跑著 73%的這個動能回饋 穿起來 說起來就是好像用腳底裝有兩條黃一樣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再來 輕易流汤 其實這個部分 那 那在訓練前後我覺得他們還蠻特別的 因為 他們的設計啊 就是除了非常輕量以外 但是他比較像是訓練性 他的前後的高低差是比較低的 所以就是很多選手會喜歡把他拿來做為 就是異常的練跑 或者是比較長距離的跑步來用 我覺得在健身房裡面穿他們也不錯 然後 到這邊可以先加速的這個相片裡面 到這裡的話就是很多 很多 精英的選手特別喜歡的部分 就是 以這雙 太陽神 Cabarine來講的話 就是 他的鞋的重量只有181 對 只有180公克 180公克 非常非常的輕 然後 在這邊摸起來的話 其實他的目標也是非常非常保的 所以就是在透氣上面 就是也具有非常好表現 然後 另外一個特色是 這樣子的鞋子啊 通常就是 他的 鞋部的彈性其實不會到 太高 也就是他的 包覆是 張力是比較大的 那這樣子去提升 就是 選手他在 對於 就是在推進的過程中 施加的那個力量 比較不會被浪費掉 然後也比較穩定 對 最後 到我最喜歡的 就是 越野系列 然後也 陪我跑的感覺 斯巴達跟 就是這種大大小小的傘 那我個人 最喜歡的是 馬沙馬 對馬沙馬 那 這就是我 現在穿的 然後 去年穿的 前年也穿的 對 一直都穿同一雙 那 就我會這麼喜歡他 是因為就是在 嗯 斯巴達瑞斯裡面啊 其實除了 越野的路面以外 我們還有一些障礙 那所以其實他的鞋底呢 還有他的就是 特號的 排水跟快幹的特色 很剛好的 非常符合 就是 我們跑斯巴達的區秀 那當然在越野本身上面 他的表現也是非常好 我會比較想要跟大家講 就是他的鞋底 欸 就是他的鞋底啊 就是我們越野最怕的 就是在 就是不穩定的路面上面 很容易會滑倒 這樣 或者是踩到一些 比較尖銳的東西 或是踢到一些 很硬的東西 那 他呢 基本上把我整個腳 保護得非常好 然後在滑倒方面的話 其實 當我在上坡的時候 他 呃 主要我去接觸地面的話 會是我 主部的前端 那所以他前端的 這個 指向性的 這個紋路 他就可以把我在上坡的時候 很好的去抓住地板 抓住泥土 抓住草 抓住這些 葉子等等 然後 然後 避免我在 突然用力的時候 然後會有滑倒 那再來在下坡的時候 他的這個 紋路又是另外一個方向了 又是另外一個方向 因為下坡的時候 腳跟我們踩到多 所以 他避免 為了避免我往先滑 那其實他的方向 他就跟我剛剛講的前端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在上坡的部分 我都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穩定性 然後基本上 大幅大幅去降低我 花到一個機會 然後 他的底 就是也蠻堅硬蠻厚的 就是蠻厚的 就是蠻厚 蠻堅硬的 那個真的是 有提過的都知道 超痛 超痛 眼淚會掉下來那種 但是 可以來聞聞看他的這個前端 基本上有非常非常好的保護性 去提到的話 基本上 他都幫你吃下來 絕對不會吃到你的腳上 對 所以這個是我一直 從第一次接觸Bloops到現在 我一直最喜歡的一雙 我越來越保險 對 希望今天在星星行鮮店這邊 帶大家看過一圈以後呢 對各位在選擇方面有幫助 對 本人就是大力推薦Bloops這個品牌之類 然後他就會覺得開心好 然後 我接下來的賽事 也會一直有他的平板 嗯 希望大家可以起來玩吃完的日子 我是周靖靖